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论到记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论到吃记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虽有成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败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既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误会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若有人借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作息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且不放胆去吃那既偶像之物吗 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